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讲到除职金 随着线上游戏蓬勃发展 游戏点数除职也致见兴盛 近年来网络上更悄悄发展出 新兴的代除产业 代除商以低于市价或官方的优惠价格 代替游戏玩家除职点数 由于游戏点数卡存在不具名特性 而且容易嚣张 方便转移 因此常常沦为诈骗集团洗钱 及诈骗工具 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统计 线上游戏已经连续三年 蝉联消费纠纷排行榜冠军 此外刑事局统计资料显示 近五年游戏点数诈骗案件数 几乎逐年的攀升 111年更突破迁建 总财损金额超过了5000万元 为了深入了解游戏代除产业链的运作方式 热线追踪采访团队 在网络上实测 与诈骗代除商交涉对话 此外我们也找到一名未成年的受害者 与来自中国的资深代除商 透过多元视角 逐一破解代除产业链的诈骗与诱惑 因为每次打开IG的时候 折掉滑堆看到这种 这种帮忙代除的贴文 我收到500块以后 他叫我把那500块拍照回想给他 然后吸引别人来做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气很气 我很担心说你知道你今天做了这样子 协助诈骗集团 你是可能严重 你是变成是一个车手 你还没有为满12岁 你就有个暗笔在自己的身上 那这样子你的未来怎么办 2024年5月 一个再频繁不过的夏天午后 11岁的小鸭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即将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他跟我说要叫我去下载化学APP 然后创一个新的账号 然后加它 他会教我下载这个游戏 就这个 它全部全部都要 拿着手机一步一步跟着操作 毫无防备心的小鸭 就这样不断重复刷卡除值 刷卡除值的动作 前前后后刷了6到7张不知名的信用卡 在游戏当中购买价值5万多元的点数 我觉得 也是当他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 我也没有给他什么东西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做没有什么 自以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 直到手机第三方支付平台 苹果官方侦测到账号异常 将小鸭的手机ID封锁 这才阻止他继续受骗 我刷到第六 我刷到第七张卡的时候 我的账号就被绑定 没办法使用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办法继续帮他处置 回顾这场骗局的始末 源自于小鸭的一时谈念 热爱玩线上游戏的他 某天意外在社群平台上 看到征代厨人员的推荐广告 因为想多赚点零用钱 不亦有他决定与对方联络 介绍了150到200 做单赚钱一单100 完全合法经营 总发新纪录破签 像现在这些IG里面 甚至是FB都非常多 完全没有被笔制或被管控 只要协助代除 就可以在家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赚钱 所谓的游戏代除 指的就是玩家透过第三方 代替除值点数 相较试价以及官方价格 中间存有10%到50%不等的价格落差 由于游戏点数卡存有不具名特性 而且容易嚣张 方便转移 因此常常沦为诈骗集团洗钱工具 以此制造接流断点 增加插庆难度 游戏点数本身不具名 那只要提供相关的账号或是密码 那就很容易可以赠予给对方 那随之点数就可以随之移动 所以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犯罪的渠道 台湾游戏产业 2023年跃升全球第五大行动游戏市场 2024年国内电玩游戏与电竞产值 足估38.86亿美元 相当等于新台币1260亿元 台湾游戏产业创造庞大商机 也衍生出无数诈骗案件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统计 近五年游戏点数的诈骗案件 108年总共发生608件 破获了524件 总财损高达1600多万元 接下来逐年攀升 109年突破了700件 110年跃升到846件 111年更是突破千件 财损超过5000万元 此外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统计 近三年消费纠纷排行榜当中 110年线上游戏位居第一 剑数将近6000件 111年线上游戏持续蝉联榜首 112年线上游戏的消费纠纷数 突破7000件 连续三年稳居消费纠纷 排行榜冠军 为了深入了解游戏代艺储产业链的 运作方式 记者实际在社群平台搜寻游戏代厨关键字 下方果真跳出各类的真人内容 po文当中甚至po出许多实际赚钱获利的照片 完美营造简单轻松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的致富骗局 我们试图留言资讯 过没多久 果真收到回复 对方主动询问 想了解代厨吗 没有年龄身份限制 唯一条件就是要苹果手机用户 在初步确认意愿之后 对方要求我们 咨询另外一个社群平台账号 里头会有更加完整的工作说明 过程当中明显感受到对方 分工精细层层转移 试图制造断点 继着持续追踪下去 在社群平台的对话当中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对方清楚说明 自己也是绝身身份 强调介绍下线也能赚钱 此外苹果ID可能被封锁 属于正常现象 但这些真的都是正常的吗 这些自意在网路上无人管理 而且几乎没有入手门槛的 操作资讯 对于缺钱花用 又缺乏法律常识的民众而言 绝对具有十足吸引力 他如果给了账户 那原则上会有一个帮助 诈欺的情况 那如果这个集团的人超过三人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帮 有一个加重诈欺的情形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诈骗的过程中 诈欺集团他又使用了伪造的证件 去做骗取的话 那甚至于会有一个违照文书 以及前程公务员的罪 采访团队继续深入调查 找到了一名来自中国的代杵商 透过他的视角 我们将逐一揭露 代杵产业链运作的真实幕后 阿牧从事代杵工作超过十年 首忍相关产业运作 主要服务港澳台地区的游戏玩家 阿牧强调 并非所有代杵商都是非法经营 分析市面上主要的四种代杵营运模式 第一种属于合法管道 代杵商借由点数卡或是礼品卡 在特价的时候大批购入赚取价差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黑卡 也就是非法取得的信用卡 利用施主还没停卡的时间差 招揽玩家除持 苹果的一个风筒 它是针对每一个地区的 针对它当地人的 然后再利用当地人 把定当地人的卡 然后再去这样子消费 这样子才能正常的去 消费出来这个 他们要刷的这个黑卡 第三种是将骇客诈骗集团的不法资金 透过黑市兑换成了加密货币 再换成可处值的礼品卡 协助玩家处值 最后一种则是国内最流行的退刷手法 代杵商先以信用卡帮忙处值 在确认收到玩家的款项之后 再向Google Apple等等的第三方平台申请退款 以此获利 游戏点数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重要工具 在行政院推出的打诈行动纲领当周 明确地把游戏点数立为重点项目 刑事局也与数发部游戏业者合作 推出防诈索卡平台 将原先一处值点数就立刻入点 改为延迟到48小时进入 全面防诈也保障消费者权益 游戏点数处值入点的时间延迟48小时 让民众能够增加了查证跟警醒的时间 也让警方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调阅资料 及相关的查证 确实对犯罪欲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游戏厂商其实需要去做的更是 更严格的去管制每一个游戏点数的序号 那透过源头的追踪跟认证也好 这样子就还有办法直接杜绝这种 洗钱的手法的管道的发声 面对游戏带主诈骗 消保官呼吁玩家购买点数时 还是要以正规管道消费 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 切勿贪小便宜 沦为犯罪集团帮凶 一般官方不会在所谓的脸书 或是社交平台上做一个连结的广告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广告 我们就要有一个危机意识了 随着网机网路普及 过去带给人们欢乐的游戏产业 如今竟然遭到诈骗集团黑手甚入 只要一个不小心 你我可能都身陷诈骗风暴 想要破解游戏带出产业链骗局 除了政府游戏业者共同修法联手防诈 消费者则无旁贷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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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客人